我们取硝酸铅331克 331克 点化钠60克 融在水中让它产生黄色沉淀 第一步写出净离子反应 这边会反应的是点化铅 所以用千离子加点离子产生点化铅的沉淀 就是它的净离子反应方程式 反应之前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小题 最多可以产生黄色沉淀多少颗 给两个条件 所以我们必须考虑限量试剂的关系 所以有反应初、反应量跟反应后 这三个步骤的一个计算流程 所以反应前的千 我们用33.1的重量除上 硝酸铅的分子量 铅的地方207加上硝酸根的地方 氮是14加上氧16有三个 那本身硝酸根有两份乘以2 这样可以算出它的默数 那点离子的默数来源是点化钠的60克 所以60克除上点化钠 钠的地方23加上点的地方127 那我们这边可以个别算出它的默数的关系 好,算出默数之后 我们来判断限量试剂 那限量试剂的地方 这一体是千 所以千减掉0.1的时候 点离子会减掉1比2的0.2 那产生的点化钠是0.1 所以反应后 钠没有了 点离子会有剩下0.2 产生的点化钠是0.1 单位是默 好,那最后要问 点化钠的重量多少克 好,所以我们把默数 乘上点化钠的适量 127的点乘以2 好,所以这边算出来 我们会得到46.1克